监警會早前發表報告 審視犯修例風波中警方的執法 警務處副署長郭任樹說 部分建議屬複雜問題 未有完成時間表 又或過去近一年 局勢持續動蕩 不可能某人做錯 但不應該因此抹殺 整個警隊行動的合法性 無論有什麼政治立場 都能夠公道地 評價這份報告 反修訂逃犯條例風波發生近一年 監警會因應外界關注 審視警方當中的執法發表報告 並提出52項改善建議 負責警隊管理的警務處副署長郭任樹說 部分簡單建議 好像檢討傳媒工作已經在做 部分建議例如參考外國 按情景制定不同武力使用指引 涉及複雜問題 我們在說電光火石之間 在生死攸關的情況下 這些情況下 不可能用文字 完全可以寫出來 對於報告建議 成立專家委員會 制定可接受的催淚彈獨理水平 郭任樹說如果為釋除公眾而慮 值得研究和落實 事件本質大家都要考究 催淚彈、胡椒球彈 這些武器肯定不是香港警隊唯一的警隊在用 如果要有安全問題 這個考究 應該不會只是香港才會出現 正正的問題是為何只在香港才會指出這個問題 他說暫時未有時間表 何時完成所有建議 要等保安局相關專責小組決定 又擔心太闖撤會帶來副作用 外國地方可能沒有這麼大規模的抹黑 因為每有一個措施 每有一個規定 就會有人 去因應規定 來試圖去 去敗本來的目的 所以一定要小心 就是不可以自己製造一些 情況 令有心人輕易可以去利用 令到我們將來的執法更加困難 今次報告沒有觸及 是否有個別警務人員有失職 監警會假釋是執法部門的範圍 截至今個月初 警方收到584宗相關衰匯報投訴 大約三成半完成調查 其中四宗監警會都完成審理 不過郭忍樹說 未完成所有投訴 現階段不適宜評論有沒有人做錯 我很難一概而論 即是否查得太久 因為有很多東西可以影響到調查進度 在一個這麼容詳的持續動蕩的環境裏 有沒有一個機構或組織的人 可以確保每一件事都做得恰當 是差不多不可能的 所以在這樣的壓力之下 如果有人犯錯 我們是預期會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前因後果是關鍵的 不可以因為我們有做錯的事 你就抹殺 就說整個警隊 他的行動的合法性是有問題的 他強調有錯會調查和跟進 不會包庇 無線電視記者一層金布報導 請用到達州標示威